好 最新民调显示差距拉开 必须要讲这个侯友宜跟克文哲的差距是拉得很开 但是赖清德跟侯友宜的差距也是拉开了 这个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那郭正亮亮哥呢自己也选过 他对民进党超级了解 他对政治观察也很细微 我觉得他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角度 我们这个辣碗报的辣粉 大家都知道明年战争跟和平的选择嘛 但确实战争还没有发生啊 对不对 陪洛西的事情是发生在去年啊 所以大家慢慢的淡忘掉 所以呢亮哥告诉大家 第一个他说国民党在政党领先 但候选人落后 但其实现在政党也没有领先咯 是不是刚看到的 所以他认为具备根本矛盾的一些政策上的不一样 才会聚集群众 要第一个摧毁赖清德的人设啊 任内那么多的弊案 对不对 民进党那么多的弊案 贪腐等等 还有光电的一些问题 一定要把它连结上 就是赖清德营造出来的那个人设呢 必须要彻底颠覆 还有政策上也要有些明显的差距跟分歧 比方说公司丽大学的学费问题 大声的说出来 军人调性的问题 大声的说出来 不要再加上什么诞书啊 等等之类的 就是用赵少康的这种语句 肯定句 大声的讲出来 时间说出来 金额说出来 人民才会有感 因为统独啊 战争与和平啊 虽然这是确实的 但是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发生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 难怪嘛 每次辩子妹上街去问这个民众呢 大家对两岸的议题啊 模模糊糊糊有感觉 又模模糊糊没感觉 因为毕竟跟你每天的食衣住行 没什么关系 所以他认为啊 统独战争和平 所以确实很重要 但是需要借由其他议题 打出旗帜鲜明的对抗 比方说呢 好 我稍后来请教一下来宾 一开始我让韩冰 你怎么看待这个民调啊 好像真的是差距拉开了 我们先不要去管他 这个民调公司的背景 跟他的民调方法 那我们就看他整个趋势 那如果你长期观察 美意岛民调的趋势 你会发觉就是前一阵子 大概在蓝白河之前 前一阵子那时候赖清德的民调 是呈现一个停滞的状态 可是他在蓝白河破局之后 他现在就是开始上扬 很明显 那这个上扬当然 因为一方面就是 重新回到类似蓝绿对决的格局 会让一些绿营的支持者 重新回国 那另外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有一部分本来支持 柯文哲的潜绿 重新跑回去 很明显 同样的何友宇为什么会爆声 也是因为支持 柯文哲的潜蓝跑回来 所以就变成蓝绿各自归队之后 就柯迎配就直线下滑 我想这个也不是美丽岛 才呈现的状况 而是几乎每一家民调 都呈现同样状况 只是幅度的差异而已 那现在你可以发觉就是 绿营回来的态势比蓝营更猛 也就是何友宇经过前两个礼拜 这一波猛声之后 现在慢慢呈现一个停滞的状态 可是赖兴德跟肖美琴 这一个搭档还在继续成长 这代表一个最基本的就是 目前在台湾 第一个就是绿营的基本盘 是比蓝军大 对 现在已经到了四成了 对 已经到了四成了 其实他本来就应该在四成以上 这是很正常的 当年谢长廷在那么逆风 马英九又那么强势的状况下 夏宇宇还是拿到四成一 所以民进党拿个四成出头是不奇怪 所以我之前就一直在讲 你要期待说赖兴德到最后只有三成几 那是完全不切实际 所以当初我们为什么一直主张蓝白要合 就是因为你一定要蓝白合才能够打赢他 不然的话现在就是呈现一个落后的局面 这个事实大家也不用去怀疑 那重点是怎么去突破这个事实 我很赞成亮哥的讲法 我一直认为就是你现在光谈意识形态 你要知道因为何友宜的基本盘大部分都回归了 那意识形态能够动得很白就是这群人 这群人都回归了 再讲意识形态其实没什么意义 因为对意识形态无感的人就是无感 对战争无感的人就是无感 因为那个没有发生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都是没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切身的事情 你要让他看不下去的事情 所以重点就是要复制去年的讨厌民进党那个情绪 你要把那个讨厌民进党情绪重新起来 什么样的东西会让大家讨厌民进党 比如说卫福部秘书处处长 你公然去跟你过去的下属车证也就算了 还要告诉你们在蹭网路 在研究什么鬼东西 那个车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在那边晃来晃去 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撑伞的技术难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这非常高难的 在车子里头能够把伞打开 这个是很难的一项任务 对空间变得比较小 所以你才会发觉到最后这个男的女的刚好一位 你知道一心换位 到最后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各自从相反的方向出来 真的啊 那个记者全程都拍到 所以后来他才不得不认错 而且认错完全是王毕胜是认错方式 也就是你看他讲的 我对不起家人 对不起同事 对不起什么话 可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 对不起 他从头到尾没说 然后呢 他最后结尾是什么 希望大家给我机会 我会一定会继续努力 就是连辞职都没打算辞职 对啊 就是要继续做 而且这件事情就传过水无分 在外府部是最安全的啦 因为有王毕胜的例子 下面人就是一呼百应啊 大家都在仿向 因为谁要处分他 他会告诉你 我长官就这样 对啊 要不然就处分长官 对啊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做这种事我很高兴 因为这样子就会让大家觉得心里不平衡 因为觉得莫名其妙 这种东西为什么可以存在公务人员体系 同样的潘梦安去租豪宅 虽然潘梦安现在要告王鸿威了 他如果高兴的话也可以告我没关系 因为王鸿威说他现在被民进党告四连胜嘛 我已经不知道多少连胜 都赢啊 全部赢啊 对啊 我也不知道多少连胜 我已经厨房不及被宅 你要多加我一个 因为王鸿威说他再加一个就变五星上将 我可能 我可能要凑满十星了 无所谓 重点就是潘梦安你做这种事情 就会让大家觉得民进党就是享受特权 这是很明显直接的感受 也就是蓝军必须要去打出这种东西 然后侯仪要敢讲 侯仪过去相对来讲比较保守 都是不是很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 最近自从赵阿康加入之后 我认为他放开 他开始变得比较敢讲 比较活泼 对比较活泼 也比较能够融入现场的那种氛围当中 这是好的发展 但是还不够 他要更敢讲 就我觉得他现在接下来要指着赖清德的鼻子骂 要把这些赖清德的弊端 赖清德在回避的东西 就直接针对他讲 没有问题的 肖美琴也可以直接针对他讲 我认为肖美琴为什么当初会没有中央民国国籍 很简单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他根本不爱台湾 因为他根本就不稀罕台湾这个鬼地方 他想当的就是个美国人 现在只是任务型他回来选 大家记不记得他回来自己还在接受媒体访问说 其实他并不想辞职 他想继续留在美国 是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 这都他自己讲不是我污蔑他了 所以我觉得要把这种情绪 把它带动起来 那当然我必须讲 你要让侯友宜能够像韩国瑜一样 去带动现场氛围 这个难度有点高 一个人没有办法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改变 但是侯友宜只要能够展现得更活泼一点 而且更敢讲 更能够贴近年轻人的话题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氛围是可以带得起来 因为还有韩国瑜跟赵岳康是左右护法两大高手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是可以 而且最近柯P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柯P自己承认他是绿的 我觉得很好 因为他一旦说他是绿的时候 很明确可以看得出来民众党现在干什么你知道 他要去跟赖兴德抢前绿的票 非常好 他今天这样一讲 你觉得他会不会再崩啊 不会 我认为 也不会崩吧 也就差不多了 柯文哲的支持者到现在还跟随他的 早就习惯柯P讲话反而很复复 他们非常习惯 我还看到网路上有人在解释 说柯文哲这样就表示柯文哲是很直率的人 他把自己的内心话告诉你 就是这样 那之前只是他对蓝军存有幻想 现在他被打醒了 所以我们师傅就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 你知道他们都会帮他解释 很好 去帮他解释我觉得OK 那反正现在对蓝军来讲 柯师傅要去抢绿营的票 很好欢迎赶快去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帮忙抢的赖清德的票越多 对何伟也不是越有利吗 所以我觉得不用去骂柯文哲 也许你觉得柯文哲反复 或者觉得他干嘛 就鼓励柯文哲继续这样做 因为我们在立委的方向 大家还是要合作 但我今天也听到一种说法 就反向思考 就是你觉得柯文哲是在抢绿的票 这是我们的直觉反应吗 或者说柯文哲一讲 反而会帮到赖清德呢 因为反正都一家人嘛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反应也很快啊 对不对 那就不要投给山寨的 要投给原厂 对不对 原厂 所以大家想想 对啊 我们都绿啊 你绿我也绿啊 对不对 所以要投给原厂会赖的那个 他有没有在帮赖清德的感觉 我跟你讲 今天王毅川这个小丑 还去骂 那个柯文哲说 那个白色是最容易被染脏的颜色 然后就柯文哲怎么回 你知道 他说墨绿啊 什么 只要什么颜色一旦变成墨绿 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 什么张都看不出来 回得很好 那所以我觉得OK啊 就是柯P其实自己以前也讲过自己是墨绿 所以当然这个不是他自戒 我觉得他现在其实真的 就是在针对绿营的一些东西在抢攻 我觉得如果蓝白都针对绿营抢攻 这个是对的 也许 我必须讲 蓝军比较不容易抢到绿的票 这是事实啊 你要他从绿直接变蓝 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但是让他从绿变成白 我觉得是有机会 但我觉得柯文哲的粉丝当中 也有一些是当初真的是不喜欢侯友谊的 对国民党内的这个操作 大佬把持反感的人 但他民进党他真的投不下去 所以他去投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的讲法一直在变 我周围有很多很多朋友 就是讨厌国民党 但他非常不能忍受国民党 他去投柯文哲 但这群人你觉得现在会回来吗 这群人目前还在观望中 有一些可能就坚定去支持克批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指标性人物非常重要 也就是郭台铭 郭董 如果真的 因为赵浩康现在对他温情喊话 那甚至连朱立伦 我觉得朱立伦主席干得不错 一切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现在就是人都是一台 就算他 找他算账就好了 我觉得OK的 有这种态度就很好 因为我是希望郭董回来 虽然我不喜欢郭董大家都知道 可是问题是 郭董当初你自己告诉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你说你当初出来参选目的不是为了个人 而是为了要改变 为了要让中华民国上轨道 为了要促成在野的合作 为了要政党轮替 这都是郭董自己讲的 所以现在如果郭董能够回来的话 那最后少掉那几分也会跟着一起回来 那甚至会带动整个在野的气势 我觉得也许现在还支持郭董 并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他如果也宣誓愿意回来 你想想看之前大家误会这么深 他都愿意解除都会回来 那如果郭董回来就会带动一些 之前因为看不下蓝绿 然后勉强去投柯文哲的人 他可能也会跟着回来 所以我认为郭总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蓝军一定要全力去争取 都说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当然现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政党轮替 因为民进党确实是做得很烂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拜拜 咱们帮助空冰 那个药 咱们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